小伙来找高人寻宝刀 没想到高人竟说可以免费送 只要你武功够高 只见小伙接过宝刀对着树一阵乱砍 结果却连树皮都削不下来 老头看了一边摇头一边嘲笑 这功夫也不过如此 谁知小伙一脚将大树踹断 仔细一看竟是被刀砍断 树木都被切成片了 对下老头傻眼了 立马将宝刀送给小伙 然而小伙却不要 这宝刀威力还远远不够 因为杀害师傅的是传说中的天魔神剑 这天魔剑长三尺 乃含铁浸泡八种剧毒所住 而能与其一较高下的只有护龙宝刀 小伙名叫罗汉 几年前刘大侠救下了 十里居老板的女儿 教训了一个采花大道 这人正是小天尊 被抓之后小天尊赶紧认错 刘大侠心慈手软放过了他 只是在他胸口留下了十字疤痕 希望他改过自新 没想到三年之后 小天尊找上门来 不仅杀害了刘大侠 还屠杀了整个门派 罗汉的之后 立刻赶往京城 找小天尊报仇 与此同时 彭家在路上遭遇强盗 罗汉立刻拔刀相助 但由于报仇心切 救完人就匆匆离去 小天尊却先一步到达十里居饭店 他色心不死 还在惦记老板的女儿 一扬言要杀了罗汉 老板一听赶紧让女儿罗好 自己跑去给罗汉通风报信 老板让他赶紧绕路 躲开小天尊 但是罗汉只想报仇 无奈之下 老板只好告诉他 报仇需要护龙刀 去京城自然 会有人交给罗汉 可罗汉哪里等得了 骑上马就去往十里居 罗汉刚走 小天尊突然出现 杀了十里居老板 原来刚才的谈话 全被他听了去 罗汉来到十里居 却发现老板的妻子女儿 全都遇害 他小心翼翼进屋查看 过久就发现了 埋伏在此的人 然而并不是小天尊 而是之前被打跑的强盗 罗汉正和强盗火拼 突然一个人杀了出来 上来就对着罗汉喊道 小天尊 你为何杀我表叔全家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小天尊本人 竟来了一招贼喊捉贼 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罗汉并没有认出小天尊 反而真的相信饭店老板是他表叔 这个男人走到路上 他如此匆忙 只为寻护龙刀报仇 忽然身后出现一个胖子 胖子不将武德背后偷袭 然而两三下就被打趴在地 见胖子不堪一击 罗汉决定放他一马 然而这胖子死心不改 又向罗汉扑了去 无意间撞到了一个大妈 大妈拽着他让他赔偿 可谁知胖子一掌将其打倒在地 这下可激怒了罗汉 还没等胖子出手 一拳就将胖子打出去老远 眼冒金星的胖子这下怕了 二话不说撒腿就跑 罗汉将大妈送回家 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给大妈的女儿一根银子 大妈的女儿叫牡丹 说什么都不肯收 就在这时 胖子带着救兵前来叫嚣 一副自己无敌的样子 然而他的救兵刚冲进去 接着又被一个个扔了出来 可谁知胖子剑打不过 便引罗汉去标局 标局里的人各个凶神恶煞 将罗汉死死围住 动起手来才知道 没有一个能打的 两三下就解决了这些罗洛 罗汉离开标局后 正好遇见牡丹出来找大夫 两人一起回家 可是刚到大门口 就又被坏人拦住 对面有一个小白脸 打扮得像个书生 实则是个衣冠禽兽 牡丹告诉他 这人就是罪眼师 罪眼师信誓旦旦上了就开打 罗汉两只手指 就捏住了他的剑 罪眼师脸都憋黑了 也没挣脱开 剑自己一人打不过 还叫人一起上 不一会儿 所有罗洛脸上都挂了彩 罪眼师只好挥溜溜跑了 罗汉赶紧去查看牡丹 有没有事 这时发现了旁边的白胡子老头 这老头不简单 一眼就看出 他是刘大侠徒弟 并且告诉了 罗汉护龙刀的来历 原来护龙刀本是皇上的宝刀 某天一个皇妃惹 皇上不高兴了 于是让侍卫王琦 用护龙刀砍了皇妃 没过多久 皇上后悔了 从此便再也不想见到护龙刀 就将宝刀赐给了王琦 罗汉一听 那宝刀就在王琦手中 可是石礼居老板说过 等到了京城 王琦自然会把刀给他 如今怎么还不入面 脑头却说王琦隐退后 再无音信 与此同时 小天村的下落也还是要找的 于是他来到镖局 碰碰运气 果然小天村与他们有勾结 罪眼师说 只有护龙刀能对付天魔戒 等罗汉拿到护龙刀 立刻斩草除根 罗汉担心自己会连累牡丹 于是第二天赶紧去找牡丹 却得知牡丹去彭家当下人去了 罗汉交代好牡丹注意安全 紧接着就去找罪眼师 而罪眼师此时正在大摆宴席 罗汉来到这家酒馆要去二楼 但是殿小二却说已经被包场了 包场的正是罪眼师 还说罗汉要是上去恐怕要爬着下来 罗汉一听怒了 一把把电小二拎了起来 这可吓坏了老板 老板赶紧乖乖带他上楼 罗汉在包间偷听着他们的谈话 然而这都是罪眼师的圈套 实现罪眼师故意提高身影 说要去把牡丹接来送给小天尊 众人一听都跟着起哄 罗汉一听慌了神 立刻就跑去找牡丹 可是彭家的管家却对他说 有人告诉牡丹你病入高荒 牡丹一听就赶紧跟那人去看你了 原来正中了调虎离山之间 回到酒楼 罪眼师果然已经跑了 这时白胡子老头出现了 说自眼师带着牡丹已经出城 夜色笼罩在大院十分安静 这个男人鬼鬼祟祟寻找着什么 透过窗户 看见屋里绑着一个女子 这正是他要救的牡丹 打开门后却发现有人要偷袭 但是罗汉一个花瓶就解决了此人 罗汉带着牡丹刚要离开 这时又蹦着一帮强盗 为了保护牡丹的安全 罗汉把他藏在房顶 自己一个人去对付他们 虽然罗汉失手不凡 但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 在激烈的战斗中 罗汉不小心丢失了武器 赤手空拳的 很快就处于下风了 就在这危急关头 突然白胡子老头扔给他一把刀 只见这把刀通体金黄 罗汉拿着他削铁如鸣 以一底板 原来这就是护龙刀 小天尊得知 罗汉获得宝刀 立刻绑了牡丹 带去了十里坪 在这里还演了一出英雄就美的大戏 他吩咐手下配合着点 然后扯下牡丹的眼罩 牡丹立刻害怕起来 小天尊立刻入戏 别怕 我是来救你的 然后转身打死了一帮小弟 就在这时罗汉出现了 小天尊明显还没过完戏眼 厚着脸皮说 把你宝刀借我看看 然而他却不知身份已经暴露 罗汉看出他手里的剑自带剧毒 正是天魔剑 罗汉直接划开了小天尊的衣服 看到了师父留下的疤痕 小天尊一看身份暴露了 立刻就跟罗汉打了起来 天魔剑遇上护龙刀 两者不相上下 卑鄙的小天尊撒腿就跑 将罗汉引到了埋伏圈内 然而这对罗汉并没什么影响 解决了小喽喽 继续追了上去 小天尊只能停下来和他打 两人你一剑我一刀 很快就都负伤 最后关头还是被罗汉占救了上风 一刀解决了小天尊 影片到此结束